大家好 我是mira 相信大家都有看上一條vlog 我和oyan會有一個project 明天就到了要拍照的日子 oyan就叫我今天開始 就要吃得清淡一點 早點睡吧 早點睡應該就沒有可能 但也要有一點職業操守 所以呢 我今晚會吃沙律 明天就約了1點去studio 我今晚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睡 因為話說昨晚我和媽媽聊電話 凌晨4點聊到5點 其實連我媽媽也是夜營人 我懷疑是不是有遺傳呢 好漂亮啊 好喜歡吃的三文魚 我真的很喜歡檸檬汁 那好吧 明天見 買咖啡 所以就不寬起來 我們來買咖啡 真的 materials 咖啡 為什麼說會有 cinco連帽的 我在下車便了 不要進去 好 現在就要來準備完頭 頭幾圖是沒有好東西 會幫你紮這種 這邊會紮過拳手邊 對 這邊 這邊會紮過小一點 幸好 你知道我裡面的都是那麼短的 我覺得拍照好像左邊面好看 我自己習慣右邊的 但是不知道關不關頭髮 因為我這邊可能 音可以遮到多一點 不如這樣的話 慘了慘了 你收我吧 快點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樣嗎 然後你試一下這樣 這裡用力咬鎖骨出來 沒有鎖骨 可以的 你試一下 深呼吸 是這樣 沒有鎖骨很慘 哇 立刻出來了 鎖骨掃了兩掃之後 你就背後才知道嗎 各位 對 對 身體 是不是應該說身形啊 我說什麼 身體 由遮掃變了為露 是很奇怪的 對嗎 突顯 一隻的由遮掃變了做突顯 你平時穿衣服好像不穿緊身 紋身的地方就是 她很在意哪裏遮掃 MIRROR其實應該要露出她的優勢 有陽光 先出來 有陽光 有陽光 怎樣怎樣 雨婷 冷啊 女主角 哈哈哈哈 這個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套 然後就是我的經典代表牛仔樓 然後我竟然會加一條泡紋 但是我覺得這個皮膚很新鮮 好看 我覺得平時的MIRROR 他選牛仔外套的時候 我跟他談了很多次 開始這個project的時候 我就立刻按進他們的IG裡面 我發現好像三行裡面 都有兩至三件的牛仔樓 但全部都是遮到這裡的 那我就心想 反正都要合作 那就不要緊問問他 你幹嘛常常穿著長的外套 他也是回答我說 想遮和想遮這個部位的 就是肉白雙件 就是看到你的身形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他的腰線其實是超級明顯 現在韓國又那麼流行這些短身的crop top 其實去到秋冬季的延伸 都是會流行一種短身的外套 那就不如給MIRROR去試一下 這種短版的牛仔外套 他也是從來沒試過 還有我試過你們上次淺色那件 那件麻漬那件是不是 不是牛仔褲 短身那件 他已經忘了 老闆已經忘了 總之因為穿完你們那件短白 我就覺得原來我穿短白都好像OK 是你們開頭的 謝謝 完成不到這個對話 總之很好看 現在走 我走了 好第二套 這個就是第二套 好處就是在這裡可以縮起來 然後在這裡可以放回它 然後扣好它 又可以由另一種穿搭 用來襯西褲 你看不記得 你在辦公室那裡襯過西褲 其實效果也很好 是 但是我又想如果拍片的話 真的想帶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給大家就是MIRROR穿牛仔褲 所以就有這一套出現了 我想說這樣看 好像不是肥你很多 是啊 但其實是想肥他很多 不是啊 我覺得差不多 其實真的你太遮蓋太注重這一部分了 就是自己的潛艷麥化的感覺 真的很想遮蓋 很想遮蓋 很想畫一個大 比我這個更大的東西遮蓋 這個是完全復古 Vintage feel 就是一陣子拍又或者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托著 那個感覺也是多漂亮 在下雨啊 好 適合你的樣子 可能會有點大嗎 我縮了的時候這樣 這麼大 用陰力啊 用陰力 就是不要太停了 用陰力 就是在做遮蓋的時候那種的陰力 正在做遮蓋的時候那種陰力 正在做 因為你露出空型之後呢 你這裡有一個地深吸力 其實這裡會這樣落 就會有一個S的形出來 其實我喜歡笑多一點的影響 我很喜歡那些 那些 那些就是我會拍的 我會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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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聽到一些插插箱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喔 Conser很瘦 怎樣呢 好 我們看一套 第三套 水身風 因為其實平時的MIRROR 它穿這種裙子 它會穿多一件大的Hoodie 蓋著它 這個位置是不會露出來 但是如果你在裡面 比一件薄一點的話 它其實是 雖然它外面都遮到 但是 之前被人錯過就是 會有一件很大的東西 但是這次的 它雖然外面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中間也會 扎你最瘦的位置 還有你很細線條的位置出來 真的是 視覺上的 對啊 因為你之前真的選的衣服太偏向於 泡泡 對啊 雖然外套的全都是你的Style 但是裡面的小襯子 就是令整個Style不同了 還有整個試過效果都會不同 因為其實這些外套你平時都會穿開 這一套就是我平時都很喜歡的西藏衣服 這一套比較是我平時的Style 但是裡面就會搭配一個 我平時比較少會穿的一套 因為平時多數我都會比較休閒一些 我就會搭T-Shirt 然後下身其實我都很少會搭這些白折裙 但是我都會搭配一些A裙 然後這次就想做一個 可愛得來 學生但有少少型格的 對 這個也是一個我覺得 挺好的嘗試 我平時我會不會穿的 就是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又剛才坐在那裡的很漂亮 他不會說一次過去到很over很知性 特地留下兩條編制給你 就完全是MIRROR的Style 但如果那兩條編制的髮質可以更加好就更加好 沒辦法要兩年之後再見 好 要化妝 好 完成 YA 上去 YA 超開心 我真的覺得這次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每次換好衣服 你的眼睛都好像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因為可能加上妝髮 所有東西都有跟那時候 每次都不同 每次都不同 希望MIRROR喜歡我們幫他配的Style 不過我們真的很努力去研究MIRROR 還有看看他會對什麼恐懼 第一次我沒有辦法一次要拿褲給他 如果他第一次說我不要 我就會有少少怕 所以我從旁測試了他很久 你覺得穿褲怎樣厲害 說了一大堆東西我才會敢說 他是相信我們的技巧 所以真的完全放心給我們 1000%給他 對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這麼相信我們 幸好結果也是他很喜歡的 超喜歡 我覺得重點就是他完全解決我之前 一直要靠遮掩的問題 剛才的衣服完全是超級顯瘦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和我差不多身形的時候 又擔心我擔心過的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大家是喜歡我們這次穿褲的話 其實所有的item都會在 All Korea Beauty有得買的 然後會有一個MIRROR'S PICK的corner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設置這個thulgar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很特別的企划 因為對於All Korea Beauty我也是第一次嘗試的 因為優先會邀請素人時 até каких裡面去穿衣服 但是MIRROR也很大膽 Setting up新的想法 就是MIRROR去挑選MIRROR'S PICK 我也覺得效果很好 因為你會看到OBRA BEAUTY 有時候被人的感覺不是太平易近人 不是特別 每一個身形都可以carry到 但今次的企劃當中 你還會看到MIRROR的餘影 但就穿了一個新的感覺出來 你們目前是差一個我這樣身形的女生 你們找一個這樣的MODEL 那大家才會覺得 更加平易近人 另外一個企劃的好處就是 今次是等MIRROR 或者觀眾們有一個新的concept 有時候有很多不同的素人計劃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 我一定要穿這幾件衣服 但今次不是 是給了一個新的concept 就是把他漂亮的位置露出來 之後MIRROR選衣服也可以用這個方向 會會會 這個是重點 大家應該會在IG很常見到我穿褲 會是一個測試 原來穿出來露出你的優勢 大家記住 不要再專注在你不好的地方 找一些方法 或者找一些items 露出你有優點的地方 就可以像MIRROR一樣 成功地改造他今天的穿搭 如果大家想知道 衣服可以怎樣配搭的話 就去OLGARREAD BEAUTY的網頁 或者IG裡參考多些就可以了 因為除了今天MIRROR的穿搭之外 我們都會用MIRROR'S PICK的items 去配搭其他不同新型的女生的穿搭方法 喜歡這種題材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最喜歡MIRROR這次哪一個打扮 遲下如果大家真的反應好 我會不會有新的corporation 大家就留意我們之後的update吧 bye 字幕製作人員 會不會很過分 太講 código 別思考 我們很快 可以彌彌 stripe 這個嗎 很不錯